我告訴你 我真不是蓋的 100公尺我可以跑11秒 昨天我跟波爾特我們兩個在聊天 我是跑在他前面跟他聊天 你說你跑幾秒 你跑幾秒 那我很重心 我重心我可以深蹲可以200多公斤 那一天有一台太空船 不小心掉下來我把它抬起來 讓加油工人去加油 好啦 二零二 金虎藍牆 是是是 要放給你啦 真的金虎藍 哎呀2022年你最胡扯啦 真的 今天要告訴你 所以金虎藍怎麼樣 金虎藍不住的標股還是藍得住的標股 都要告訴你喔 還有藍不住的美債殖利率 跟藍不住的年後六大標股產業 年後六大標股產業是什麼 一定要看喔 所以你看我剛才是藍也藍不住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爍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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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宇 我是主持人瑞宇 我是主持人瑞宇 來看一下爛你來提款 是活動辦法 只要你想得到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問喔 現在下面有很多腦筋急轉彎 是 還不錯 沒錯 不怕你問只怕你不敢問 那我們在篩選問題之後 在過年的特別節目當中 會來抽出回答喔 好趕快喔 對 不然到時候我們最近要開播囉 對阿 我們最近要錄製了 要錄製了 好不好那今天喔 我們2022金虎藍 對 這名詞好像要罵人家是不是 金虎藍 金虎藍 所以我們今天頒發了一個金虎藍獎 金虎藍獎 藍不住的美債殖利率 也藍不住的年後六大標股產業 我們請三位喔 最金虎藍的分析師 好不好看藍不藍得住 那這三位分析師喔 是 那個平均身高都蠻高的 是 來來來第一位 好首先第一位 何雞鼎分析師 雞鼎剛好 身高18級的 185人 對不對 我今天吃了這個太好的製作單位 終於不逼我吃雞了 這是豬排 真的喔 這個出起來 出起來 吃起來滿開心嗎 出起來很好吃 吃起來滿好吃 它是辣味就是 嘴巴都腫了對不對 對啊這裡頭還有那個 起司的 真的非常的滿 吃了會氣死 不錯喔 吃了就會 氣死 沒有吃到才氣死 對我們今天因為六大標股 所以準備的是六本木咖哩 那哲哲那邊也有嘛 也有 沒有吃的 來來來 因為這六大 來我看一下 有耶它有這個耶 這豬排是不是 是 漢堡肉 看起來很好吃耶 漢堡肉加可樂餅 哎呀哎呀哎呀 剛剛還跟 欸 好吃耶 好吃嗎 很搭耶 很搭 還不錯 還不錯 對你的是雙拼的還不錯 雙拼的 那我們 第二位來 你是身高很高的 是 陳坤仁分析師 大人哥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今天有準備秘密武器 這是什麼 因為雞哥他在那邊準備這個 結果他今天沒有準備 我贏了 哇不玩這一招了嗎 那我贏了 鬧狼來了 什麼 玩弄政治啊 玩弄政治啊 怎麼會這樣 說好不用玩梗圖啊 說好不玩梗圖啊 說好不玩梗圖的 又自己拿梗圖 我自己偷拿梗圖 我自己偷拿梗圖 我今天有三位這個 大佬互生互體 所以我們今天標果我贏了 先來玉哥今天要講的東西 然後這個的話是蔡明介 然後這個的話是馬斯克 馬斯克 全球首富的一個認證 OK 好 我們BLED暗暗內涵光 自己發光就夠了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 那我們今天兩位老師講的 六大藍葉我都沒要聽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六大藍葉 多厲害 馬上就吃起來 三位的身高都很高對不對 是 平均身高大概都18級 好185 有一個就是 第三位 欸 憲晨諺教授 古怪教授 基本上男人比身高 不是比站著的時候 是 站著多高都沒有意義 你懂意思嗎 一本正經的講 事實是這樣 真正比身高要比什麼 坐下來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想到哪裡去 就坐著看起來威嚴啊 有氣勢 你坐起來也蠻高的 對啊 是不是 這個很棒 我過了 你就升高180 好不好 乙電趕快拿起來 不要再裝了 哪一個 乙電啊 對不起 拿起來又降人意見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標題 六大標股產業 剛剛老師有先預告了 等一下就來告訴你 到底年後哪一個 是攔不住的標股 是 那再來我們再進到 福利社先解談 先來先來先來 我們今天大盤 連兩天下跌超過300點 是 那等一下我們也可以 對 因為現在呢 連兩天的成交量 都是量縮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 上櫃指數 每次看到盤都很想睡覺 是 要cue你了 讓我們不要睡覺一下 這個指數真的不用看 有什麼好看的 前一陣子大漲 從18100點 漲到了18500點 大家有感覺嗎 沒感覺嗎 漲一漲去 不就台積電銀行股 所以其實說真的 今天旁邊上 還是有很多的標股正在漲 所以我覺得大家 在指數的部分 越來越不要太看重 其實指數在漲 你手上股票不漲 也沒有用 尤其是現在在一個 就是準備要升息了 資金越來越緊縮 其實會漲的 就是那幾檔強勢股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 再繼續注意 所以大家要知道 哪些類股比較強 好 謝謝基地老師 哪些類股比較強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上跪指數 目前也是跌破季線 也是啦 上跪指數 跌破季線看起來很弱 175 1.75 比180低一點 我突然想起來 是 古怪教授 我上次來節目的時候 我就說 1月19號以後 盤視就會限於這個清淡 清淡 我特別cue一下我自己 你記得我特別來節目講這句話 老師 1月19號快過年了嗎 現在怎麼知道 今天1月19號 今天1月19號 錄影是1月19號 你這樣講的話 哪一次過年的時候 沒有特別清淡 你這樣講我一次很簡單 我告訴你 但是我有特別講1月19號 對 我特別講這個 那我現在跟你講好不好 1月30號 台股不會漲 也不會跌 那我跟妳講 1月31號 盤視根本不會震檔 金虎藍獎已經結束囉 大家要回來喔 結束了 好不好意思 我想說要爭第一名 你已經第一名了 你已經第一名了 兩個都不想輸 好 三大法人買賣超 我們今天看到外資小賣 其實自己一直在賣的 沒有在賣 賣那麼多億 自己上賣超89億 投信買超16億 近期的大動作囉 因為現在國人也喜歡買基金啦 好不好 是 好那我們再看 近五日買賣超 投信近五日呢 現在合計是67億 那外資的部分呢 目前還是合計買超303億 是啊 他賣其實不多 買都大買 其實我覺得不錯 有利於後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下個來 10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 哇賽 媽媽咪啊 這裡 最高多少 1.88 1.888888 盤中有到1.89 有沒有 金虎藍也藍不住 美國10年公債殖利率 對 虎年的行情怎麼看 拿不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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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昨天的話 其實是反映布蘭特原油 國際原油指數 持續的再向上創新高 所以大家覺得很擔心 通膨會持續的向上升 所以呢 那個FEDR大家預期說 會更硬派 更加強的 他升息的速度 所以現在已經傳到什麼 3月說不是升息一碼 是升息兩碼 對 所以大家就很擔心很害怕 所以每代值利率就上升升起來 所以一樣啦 我跟大家講 現在資金慢慢慢慢緊縮 總不可能說 我現在開始收到升息啊 對不對 然後就一路跌跌的跌到升息完嘛 我告訴大家 其實真的 連準輝他都會看股市的 真的股市如果在下跌 他們就開始不感動 這樣 好好好 我們先緩一下緩一下 對 所以呢其實大家也不要太緊張 選對股票就好了 好 選對股票最重要 所以一定要看我們福利社節目囉 好 一定要看我們福利社節目好不好 來 那順便來看一下 來 我也覺得難不住 難不住喔 因為很簡單的看法 因為現在目前的通膨是 伴隨著景氣復蘇 對 那景氣在復蘇的過程之中的話 這個通膨叫做是 必然的一個過程 所以 就算現在目前已經到1.88 1.89 那只是回來到去年 兩年前的那個高點 所以它就是景氣復蘇的一個 正常的現象而已 是 對 因為本來官司律大部分時間 好像都在1.2左右 是 滿夠時間好不好 攔不住攔不住了 怎麼辦 金虎蘭攔不住了 古關教授 金虎蘭講 其實這一次轟炸這個 沙地拉伯 阿布達比 這個是無人機 怎麼攔 對 所以我覺得投資是這樣 你不要一直去思考說 我要逢低買股票 其實在這種趨勢之下 一定有順著市場的變化 會上漲的族群 所以選對族群 我覺得更重要 好 看來大家都有之以同 金虎蘭大哥是在跟我們解釋的 好不好 好 來看下一個 那我們在看今天新聞 大摩手機店 砍單 對 他去年說什麼Winter is coming之類的 那又說第四季 台積電那晶圓半導體要被砍單 也沒砍阿 手機店一二月百萬淡季 砍得也好阿 這講什麼話 我覺得還好 這問題他會對啦 台積電綠色製造 超級電池駐車 所以電池概念股很強喔 好不好 微軟砸687億 動勢暴學 買一下暴學 動勢暴學 所以今天遊戲股受這個概念影響 也是全線噴出 沒錯 日本銀行說過什麼 通通出擊2%以前不升息 可是今天很奇怪 今天反而日金支柱跌最兇 是 日金支柱跌最兇 美債直率飆阿 全球股債雙殺 雙殺 雙殺好不好 最後陳時中 與病毒共存 大家也要有心理準備喔 對今天歐姆勢 今天那個美國陳時中 就是佛企阿說 歐姆勢要終結疫情喔 我們在福利社也有跟大家講 歐姆勢終結疫情喔 所以福利社很領先喔 講這句話蠻震撼的啦 講這句話蠻震撼的 因為佛企講的話 基本上都會兌現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下一個 今日我最貼的精選六檔股票 貼盤的股票 我們先請記鼎哥 那我先講一下立凱 立凱其實也是去年11月左右 我在那個 我最貼上面就有跟大家講 那其實漲了一大波 那最近來講呢 出現一個修正也是非常合理的 那其實電動車的趨勢 大家應該沒有人懷疑啊 那今天早上消息是說 台積電啊 台積電的話 他已經要把他的UPS 他的那個不斷電的系統 他本來是牽 牽孤的系統 牽孤的電池 他要改成什麼 磷酸鐵的一個離電池 所以今天就是在台穀上面 盤面上呢 其實只有一家 就只有一家 吃出磷酸鐵的離電池 他就叫做立凱 所以我們看到 立凱的部分呢 他那陣子的股價呢 從最低的部分 從大概70塊左右 一路向上噴發 噴發到100塊的整數關卡之後呢 回測一下 現在到了月線 月線跌破之後 立刻拉回 KT指標到了一個20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一個葛蘭比巴巴裡頭的一個假跌破 所以假跌破呢出現以後呢 今天是漲停板 所以這幾天呢 如果都能站穩在一個月線之上的話 我認為啊 突破100塊整數關卡的機率是非常高 大家可以再去觀察一下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電池相關類股 其實包含了聚合、美琪馬 還有長遠 也全部都向上漲 所以電池相關類股 還是盤面上最主要的主流之一 那第二檔的部分是金像電 其實最近來講有很多類股啊 其實慢慢你會發現啊 新的主流股即將要出現了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就是 伺服器相關的類股族群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話 今天的金像電 還有博智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是伺服器的PCB廠商 那伺服器的部分呢 市佔率最高 全球市佔率最高的就是金像電 它全球市佔率是25% 那它的營收呢也是持續的向上 Q3的EPS是大幅的增加到1.46元 1.46元不是% 對不起 1.46元 年成長了8.9% 所以呢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最近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 伺服器的概念股 慢慢慢慢全部都要動起來了 除了金像電 還有博智的PCB板之外呢 還有拉到什麼 散熱相關的族群 散熱相關族群 像今天的雙紅啊 旗紅啊 全部都漲起來了 那為什麼會漲 因為大家都說 他們切入了一個伺服器相關的散熱模組 所以呢 整個盤面上來講呢 伺服器的走勢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這個類股族群呢 非常值得大家去觀察 那其中呢 我覺得比較大的 比較穩的 應該就是金像電 金像電的部分呢 前天呢出現一個 大量的一個紅棒子 我之前有教過大家 紅吃黑吃的越多 量越大就越有效 而且呢 那一根紅棒子有沒有看到 直接吃掉 所有的黑棒子突破新高之後 短線上來講 是持續的向上墊高 我認為啊 這個多頭還沒走完 今天的盤勢好不好 不好 對啊 照樣上漲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選股呢 比起選四來的更重要 所以這兩股票大家可以持續的留意 好 新香店平常中搶耶 老師蠻會選的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坤仁 怎麼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兩檔個股 一檔是5269的翔碩 另外一檔的話是3035的智圓 那因為其實這兩檔個股的話 我是用送暖的觀念給他們的 送暖 因為其實最近的這一陣子的 包含翔碩跟智圓 他們其實跌幅都超過兩成以上 對 那壞沒有壞在基本面 因為他們的基本面從來沒有改變過 那為什麼 tell me why 很簡單 因為最近這時間點在修正所謂的過高本益幣 沒有get到 我們兩個都沒有get到 我說why tell me why 沒有why 他很好 是這樣子 愛的包包 就整個基本面來說的話 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好大人哥加油 然後呢 但是因為前陣子他們真的漲多了 這是其中之一 那其二的話 真的是最近有一些個股 他們在修正所謂的過高本益幣 那所以這個時間點 他們都已經分別跌了超過兩成 比方說像翔碩 他從2000塊跌到1600塊 跌幅超過兩成 在這邊有去做打底 然後去做個回穩的過程 那甚至像是致遠的話 也是從250塊 跌到200塊附近 去做一個回檔修正回穩的過程 那這兩種個股的話 其實都站在趨勢成長的角度 包含像是翔碩 因為其實翔碩他有切入到 Intel跟AMD都有新的平台 那其實他也有跟伺服器有相關 然後呢 因為其實就所謂的新規格 新平台會對於他的今年的Q1 或上半年這個所謂的備貨的需求 依然是非常明確的 那因為去年的第四季 他有一個比較麻煩的是 營收季減的問題 那那個問題並非是他的問題 而是這市場上面缺料在搶料 他搶輸人 所以造成了去年機器比較偏低 那Q1跟Q2比較看好的過程之中的話 他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跳升 所以他回來到他一個成長的軌道 那股價也要再回穩的過程 所以這是看好強硕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的話 致遠 因為其實致遠他是聯電的IP廠 那聯電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 我看好晶圓代工 我看好半導體 那我更看好的是 因為他們而受惠的一些相關族群 比方說像聯電 他今年第一 一月跟三月都會去調漲價格 那有望就會去調升到 那個所謂的 資源的權利金的收入 所以在他IP的業務 持續成長的過程之中 然後晶圓代工依然是成長的 所以當他修正之後的股價 我認為是一個更便宜更美麗的這個價格 好 這些股票看起來不錯 第三位 今天都沒有吃東西的古怪教授 你變了 這個身為專業 你還好吧 不是 我覺得這個你們有點搞不清楚 身為一個專業人士 來節目就是要表現我們的專業 你不像有一些人來趴著雞肉 就一直吃一直吃 好像幾天沒吃 我吃豬肉 是 漢堡 漢堡 我也吃豬肉 我們對號入座 重點是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至今 因為最近這個元宇宙的議題 其實還是持續的在熱騷 是 那因為他這個PMOLED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頭戴裝置 搞不好以後我們上節目 可以帶那個 看這個節目可不可以支援 我們那個OLED的 不是那個頭戴裝置這樣 上節目的時候 可不可以更有特色 那這個部分也是今天非常重要的 吸引他 投資人買盤進駐的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來保 大家可以特別看一下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來保 因為電動車這個長期區 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在關注電池這個議題 這個之前我們節目也有跟大家聊過 他花了1.8億去投資這個達證人員 拿到他過半的一個持股 所以未來這一家達證人員的營收 他可以任列大概10到12億 所以有機會 未來年營收可以衝到40億 我覺得這個是今天 買盤大量湧入一個原因 大家也可以持續關注一下這個議題 好 這是來保 那我們今天這六檔股票 保來還是來保 來保 寫錯了喔 幫我們更正一下好不好 來保 沒關係畫一下 8104的來保 直接畫一下 倒轉 沒關係 反正你知道就好 是來保好不好 是六檔股票裡面 好 來 大家選擇什麼股票 雞鼎哥六選一 當然是電力最強的立凱啊 那剛剛他那人員 還不是要用到電池相關的材料 對不對 所以立凱就是比較強 先選 好 來 原頭 好 我們再請大人哥 大人哥 大人哥 因為受惠金援代工的關係 好 智原喔 前置蠻標的喔 看有沒有機會在標 好 那再來國外教授 國外教授呢 請跟我們金城武講的概念是一樣啦 不是你了 你不要看我啊 我是講你左邊那一個啦 OK 其實也是電池 所以這個來保的部分 好選來保 你這樣講人哥反正 大人哥覺得好難過喔 會不會 大人哥還停留在套圈圈 對 他剛剛還在問 他還在問圈圈 他要套圈圈 我套麥克風 我是叫他通緝要先把他擠 是我套住他的 我套住那個 通緝要擠 江儀教授 好喔 來保 不好意思寫錯了 所以來保 智原立凱這股標 都蠻特別的好不好 我們來跟大家講 金城武這些選出最標的標股 來 再來我們的重頭戲喔 來來來 財源光光來 六大年後標股產業 真的很帥耶 小編 對這兩位特別帥 好 來來來 我們先請金頂哥 今天誰會贏 一看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看誰帶什麼表就知道了 為什麼 又來了 為什麼 來來來 Apple Watch對不對 對嘛 大家就講Apple Watch 7嘛 我講過Apple Watch 7有一個 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 防跌倒啊 啊對 你懂我 難怪我們一起要講PS5 對 因為你講過了差不多10次了 大家都記得了對不對 好所以呢 帶了這個表 在股市上 就不會跌倒了 哦 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一定贏的啊 對不對 我一定選的最強勢 來我們先看一下 我覺得最近啊 其實旁邊上主流真的 非常越來越明確 其實就是 航空電子標籤跟 miniLED各兩檔股票 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檔我們先看一下 航空相關類股的話 其實啊 在疫情啊 在疫情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全球客運 放大一點喔 字有點小 45億人要出國 45億人在搭飛機 每天這樣飛來飛去 結果疫情過後呢 這客運的營收嘛 對 在疫情過後 你會發現只剩下18億 嗯 只剩下18億人 只有18億人耶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業者 都會自己去找出路嘛 對不對 像蘇合紀公園講的 本來是屬於到18億 生命會自己去找出口 所以他們找到出口 就是債貨嘛 你會發現最近 華航的部分 我之前跟大家講 華航它的營收 是比起之前 債人還要更多啊 所以債人不如債貨啊 他現在營收已經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載貨的部分呢 就一路向上墊高 那預計呢 到2019到2021年呢 就會達到一個相對的高峰 會持續的向上 因為海運的報價還在上升嘛 嗯 那今年來講呢 雖然有疫情 對不對 有疫情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澤澤講的 其實 慢慢就要與病毒共存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今年 那個佛奇他講話是很有權威的喔 同學你要記得他講的一句話 Omicron有機會終結疫情喔 這個我們福利社其實也很早講喔 好不好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Omicron的部分 其實現在好像聽說症狀 不是很嚴重啊 就是流鼻水喉嚨痛 這樣不是跟那個流感是 好像甚至還比流感更輕微 甚至還有 蠻少蠻高比例的人 就是無症狀 對 沒有症狀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 今年還是有機會會 開放國際旅遊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這句好想用唱的喔 好想去日語 在一起過後 我們都要一起出國 想出國後舉手 等一下等一下 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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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想出國嘛 可是這首歌是哪一首歌啊 我也聽不懂 在激情過後啊 難怪你怎麼不會唱歌 激情過後 激情過後 有聽過嗎 國際旅遊有聽過嗎 張青芳啊 你幹嘛偷吃 你幹嘛罵我嗎 這有沒有專業 人家在幸福的講 怎麼可以在下面偷偷吃東西呢 對啊 我每次講你也偷吃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要以其他人家 台面上偷吃 你是台面下偷吃 對 好啦 那剛剛那是張青芳的刀 透為生氣喔 透為生氣喔 好 張青芳的歌真的大家沒聽過嗎 有啦有啦 只是你唱的歌 就是跟原來的調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在疫情過後大家都想出國嘛 好來 所以在疫情過後大家都想出國 除了客運 客運還是有機會會持續的向上 就會有一個想像空間嘛 所以呢我覺得 航空公司呢 營收獲利有機會會持續的向上 看一下 願意出國的民眾那麼高 我們剛剛民調對不對 我們幾乎全部都想出國了嘛 所以呢我覺得 航空的營收呢是 持續的 有機會有一個想像空間 那所以呢 航空公司在台灣就是 你看喔 78%的人有沒有看到 我放大一點喔 民眾希望至少出國一次 有沒有 然後其中有72%的 你有72%的民眾喔 願意為出遊付出更多預算 付出更多預算 那航空不就好棒棒嗎 85%接受20%的漲幅 我可以接受 外面出國 你不是50%你都接受 可以 就是開心 對啊 能出去就很開心 不要被隔離我都開心 對啊 我是選那種禮拜五出去 禮拜一回來的國 這就可以繼續工作 這樣也可以喔 這樣也可以喔 好那 台灣航空就是兩家嘛 其實他們走勢是完全一樣的 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2618的長東航跟華航 就是這兩張 那長東航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家除了本身貨運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那邊疫情是越來越嚴重 今天台灣確診人說 好像也只有10例了嘛 所以呢 台灣相對來講 疫情還是控制的比較穩定的 那香港航空公司的龍頭 國泰因為受疫情 你講運力只剩下20% 整個運力100%只剩下20% 所以呢 香港跟台灣是非常近的 我覺得台灣會有機會 有一個轉單的效益 再加上呢 那個長東航的部分 多買了8家貨機 8架貨機啊 所以它的運力會持續的向上 那在台灣來講 貨機最多的 目前來講就是華航 華航有18架70機的貨機 它現在來講是運力最強的 那目前來講呢 就可以看到海運的價格 還是維持在高檔嘛 那所以呢空運的價格 跟海運的價格 如果越來越接近的話 其實我那時候有注意 我在買Apple Watch的時候呢 那個其實我們的貨都是從 從上海那邊直接空運過來 它只要一天 所以呢 其實很多電子零組件 電子的一些消費金的產品 其實現在都是靠空運運會比較快 所以呢 空運的貨運呢 會持續的 就是營收獲利會持續的好轉 那如果你要看那個技術面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直接看一下 長東航2618就好 其實這兩檔股票 它的就是現行幾乎是可以一模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股價 略落一點點 但是比起來 我覺得比起大盤來講呢還是強一些 還是強一些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只有跌到就是這個 季線的附近就出現了一個 有止跌回問的跡象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上位置數都破季線了 對 它還沒有破季線嘛 所以相對強勢 那等到大盤貴買都漲起來 那它就有機會就是再飛 再漲速高飛 我們來看那華然要看嗎 華然不用看一模一樣 都是在25塊左右 剛好也是打到季線附近 打到季線附近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產業 好下一檔的部分就是電子標籤 其實我在節目上 電子標籤 有源泰囉 當然就是源泰了 好電子標籤其實我們講很久了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嘛 那就是賣場都自動化 我們可以看到 家樂福有5萬個商品 5萬個商品就有5萬個電子標籤 對不對 那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你想想看電子標籤有多好 那它可以就是說節省人力 就是你不用再去一個一個做那個標籤 然後不用一個一個去插 插還是插錯 插錯之外呢 你還會怎樣 不小心寫錯價格 你還要照那個價格賣給人家 不是現在都有那種消息 都有新聞報出來嗎 是 所以電子標籤就 絕對不會出錯 而且可以減少人力 增加自動化的程度 所以呢全球電子 改價格很輕鬆 不然你說買一送一 結果你的價格又提高 對啊有些人在增值這些東西啊 對啊 改價格其實至少 不會有一些報價上的問題啊 好不好 出錯還要就是比如寫寫到太便宜 有沒有 還要照賣給人家 對啊 對啊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電子的市場規模 是逐漸的一直向上提高的 成複合成長率大概有30.4% 當位是那個億美元 對不對 市場的反應 225億美元 一家家樂福就要5萬個 台灣有幾個家樂福 還有全聯 那麼多家 所以電子標籤的市場 真的非常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台灣來講 最主要的電子標籤就是兩家 一家叫做元泰 再來另外一家就是去年漲最多的 叫做金鴻 雖然說現在股價有點就是不太漂亮 對 但是如果說元泰能持續好的話 金鴻怎麼會差 為什麼 因為金鴻就是元泰的一個子公司 金鴻他是做那個電子標籤的 上游驅動IC 所以如果電子標籤是持續的暢換的話 金鴻來講 基本面是完全不會改變的 那元泰的部分呢 其實他今年已經增加6個產線了 6個產線如果未來是持續的全開的話 今年全部開出來 聽說 那個已經全部被包了 還沒有做完的產線就全被包了 那既然被包的話 以後產線出來 營收獲利不是會持續的向上嗎 所以今天的股價我們看一下 8069今天的股價 今天大盤是漲還是跌 跌 不好意思 他老兄是漲的 真的 他老兄是準備要再創新高 你看有多強勢 收盤價收過相對的高點 收盤價再創新高 今天收盤價創新高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他技術沒有多強勢 這波台股是跌很深 他只有小小的跌到月線附近 馬上就拉起來了 所以在這幾天呢 還是蠻有機會 持續的再創新高 那我們看看金鴻的部分 金鴻的話 雖然說股價真的是 有點醜醜的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既然如果說基本面好 電子標籤的一個市場 會持續的增加 那這個基本面 產業前景都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呢最近來講呢 大家會有爆量下跌 爆量下跌的話 大家不用太擔心 爆量下跌代表 有人賣出 有人賣出 也有人願意去承接喔 才會爆量嘛 所以呢 最近來講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200塊這個整肅關卡 有沒有守住 如果有守住的話 說不定又是一個低檔布局的好食堂 好 金鴻師是剛才古外教授 嗯 金鴻師剛才來 我這天裡面不是有介紹嗎 我剛才講 至金 對 我累了我累了 至金 至金跟金鴻師 你需要保利達蠻牛嗎 我可以幫你喔 我做按摩打的那一個 真的 不行 募金請罪 反正我們會看好袁太郎好不好 好 電子標籤還有航運股 六大類族群年後要噴的 最後一個族群 好 Mini LED也是我們常講的 就是我這天我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對不對 又是Apple帶動的 有沒有 你要做Apple相關的產品 你不找我不找果粉你要找誰 難道找榨子機嗎 對也是你啊 榨子機也要果粉啊 對啊也是要果粉嘛 對不對 所以Mini LED的部分在MacBook 還有iPad 相繼採用了Mini LED之後呢 其實我們發現很多比如說像三星啊 Sony都開始要怎麼學我們 那個Apple嘛 學我們Apple要用Mini LED 所以呢 Mini LED的產業是持續的向上 那Mini LED這整個產業就是 LED的產業其實除了Mini LED之外呢 它還有在車用市場上 其實呢 我們發現喔 車用市場上的成長性也很高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有沒有 主要的成長有沒有 LED的市場 市場的一個規模拉升到 165.3億美元喔 年增8.1% 最主要的來源呢 除了Mini LED之外 還有什麼 車用的LED 所以在這兩塊持續的成長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它延調單位有沒有 也是一樣 預估會持續向上的成長 所以呢 這個產業是非常有前景的 那在台灣的部分呢 主要Mini LED其實 我覺得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三家啦 是 大家可以觀察三家 會富財的部分是直接蘋果供應鏈 還有台表科 還有惠特 這三家走勢都非常的強勁 那如果你喜歡 你跟我一樣喜歡蘋果 你就是覺得 我就是要投資蘋果的概念股 是 富財就是一個蘋果的概念股 之前跟大家講 富財是那個 那個什麼 蘋果之前 金元 金元電 金元電跟龍達合併的一家新公司 那我們可以看到 股價是非常強勢 龍達以前股價很會噴 很會飆 對 那現在富財他也會飆了 因為他毛利率是呈現 複合成長率 20%以上 我聽說毛利率是負的 嚇死我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技術 對 不是毛利率不是負的 我開玩笑 負轉陣 負轉陣 負的沒錯 負的轉陣 對 好來 我們看到負財部分技術現行 今天台股是漲還是跌 大聲的講出來 跌啊 你看 負財是漲還是跌 漲啊 所以我就說選對股票 而且昨天還創新高 好厲害 選對股票比較重要 所以你看一下 一樣 我跟大家講過 紅吃黑吃的越多 亮越大越有效 對不對 九天戰法 這個紅吃掉這個黑 收盤價收高 肉依你還知道是九天戰法 因為我跟他拍節目的 好 是很認真上課 對 因為我們是一起 訂PS5的好朋友 沒錯 訂不到的好朋友 一起訂不到的好朋友 真的好朋友 那我這邊 我這邊負財有個問題 因為我記得剛上市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大家也都很看好 但是那個時候股價是不如預期 我們可能可以拉時間再拉遠一點 然後現在因為看他本益比又比較高 老師怎麼看呢 第一個他之前 整理好久喔 對啊 他之前剛合併的時候 其實公司還是賠錢的 確實是 現在隨著他的那個MINILED出貨量越來越大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對 他去年出貨是100萬片 MINILED的部分 今年呢 他又在擴產 他會擴產是什麼原因 就是業績太好了 才要擴產嘛 擴產了以後呢 預估今年會增加到哪裡 生產到150萬片 所以呢 今年的部分 營收獲利就有想像空間 還有再一個重點 好 其實資金的部分也很重要 短線上呢 其實你要向上漲的股票 資金來講 比起中長期的基本面更重要 因為你基本面再好 基本面再好資金不買單 他就是不會漲嘛 對 所以你要去找到 最近就是資金已經對這個題材 有興趣的時候 搭配他的基本面轉強 加成效應之下 他比較容易就會向上噴發 有機會囉 對 所以現在整個MINILED都 就是受到市場資金的青睞化 這整個族群就會一起向上 再來還有台表科 台表科 台表科的話 台表科是打現場 他一樣喔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台表科的話 就是前年他只有賺7.5 去年前三季就賺8.2 那你想想看 他成長性真的很高 他營收是真的大幅度的 幾乎有十幾塊EPS 有12到14塊EPS 他只有12倍而已啊 你想想看 12塊的EPS EPS12塊 12144 那你去130塊才11 12倍而已 12倍左右嘛 對不對 所以最近來講 他一樣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而且呢 今天大盤還是跌的嘛 雖然說他是有點瘦瘦小小的黑 但是呢 我們看到 這根紅棒子是之前突破的一個紅棒子 也就是轉強的第一根 這轉強的第一根 只要他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沒有被跌破 他就是一樣就是維持他的相對強勢 就是正常來講多頭格局 就是低點一波比一波更高 高點一波比更高 所以這低點沒有破 都是強勢 大家就不要太擔心 好來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哇 今天精彩 有產業 有沒有看好 有沒有想要踢館的 好 踢館的覺得不好 大人哥覺得呢 會覺得好的 勉強覺得好的也可以 我也喜歡元太 我喜歡元太 元太 因為今年有擴產跟擴廠的一個公司 訂單程度夠高的公司 其實這是今年可以選股的方向 我也覺得元太今年都會擴產 來 感覺有機會再噴出去 複彩 我喜歡複彩 因為LED 基本上 今年不論是你手機啦 或者是頭帶裝置 都有很大的商機啊 好 迷你LED都有很大的商機 好老師你覺得哪一檔 我可以覺得 元太 三大標股產業 航空電子標圈 迷你LED 元太兩票 我也選元太 一票 然後長龍航華航 我也想買 不過要回檔再買我就更好 好不好 謝謝你三大標股產業 你覺得你的標股比較強還是他的 還是覺得 我就說防摔倒 找我就沒錯了不要跌倒 OK 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有沒有看到 所以接下來 晶圓代工跟IC設計 跟車座電子 謝謝基底老師 PK啦 到時候我們說你半年後 一年後來看一下誰最準的 我跟你講喔 我們再請大人哥 另外三大產業 好 那就來PK吧 我剛剛就說過了 我們今天有三大大佬 來做互生互體的 所以包含了像是 人家有大佬互體 不要跌倒還是比較重要 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 我不懂他的哏 為什麼一直撐到這個哏 在魏哲加總裁 是的 魏哲加總裁 然後還有就是馬斯克 全球首富 然後另外的話 蔡明介執行長 蔡明介 我不聽我不聽 好 所以包含了像是晶圓代工 包含了像是 IC設計和車用電子 都是我看好的這個 經典的三大標股產業 好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 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晶圓代工 我這邊特別 括號起來就是受惠 那原因是因為 如果大家做這種 所謂的大型股 包含像是台積電啊 聯電啊 他們真的很棒 他們趨勢真的是很成長 包含了像是 產能依然是滿載 然後大家依然在這邊搶 然後呢 漲價依然在漲價 可是就整個 股價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們還是比較像是 一個控盤的工具 需要他們的時候 就會拉他們 可是不需要的時候 就休息 像最近這幾天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像台積電 就創高之後就拉回了 那至於這個整理時間 會多久 我也很老實說 要是看外資 看控盤者 那但是呢 其實他們在一個 趨勢的角度來說 確實也指引了 一個很棒的產業方向 像前一陣子 台積電 他剛開完他的法說會 那他的法說會 非常非常亮麗 包含像是打臉外資 那甚至像是他也說 今年的半導體的展望 所以不含 不含記憶體的部分 今年至少可以 上漲9%的一個成長率 然後晶圓代工的話 甚至會優於整個半導體 會成長到兩成的這樣一個幅度 所以晶圓代工 會帶動整個半導體的景氣 跟趨勢的一個往前走 這是非常明確的方向的 那另外的話呢 因為其實就目前 我們可以看到的方向 就是其實包含了 投暴率的關係 或者比方說像是設備取得 真的相對困難的關係 所以目前的晶圓代工 的一些新的產能 開出來的時間點 幾乎都落在2022 甚至2023以後 才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一個產能開出 那尤其是這個時間點 成熟製程的 在車用的部分 強調產能兇 然後呢先進製程的話 老師你可以掛一點點 好先進製程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只有台積電 那個就是獨大 然後遙遙領先 所以包含了 像是成熟跟先進 這個時間點 都是一個非常成長的方向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晶圓代工的矽晶圓 上游的矽晶圓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一些大廠 其實整個投資意願是不足的 那他們這時間點 只有用所謂的現有的產線 去做擴產 然後呢長期來說的話 他們如果看到一些 比較明確的成長的時候 他們才願意去做擴廠 所以從包含了晶圓代工 是那個大家在搶的 然後甚至像是上游材料 也都大家在搶 所以這整個族群 會帶動的一些產業的方向 做看好的方向 好 謝謝您 那對 那只是說在選股方面來說的話 我就不選大支的 不選大支喔 因為大支控盤的工具是不是 對 所以我會比較先講一些 中小型的股本 然後比較像是一些 雙引擎的啦 或像是他們真的有看到一些訂單 跟擴產跟擴產 就像我剛剛選元泰一樣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今天我們選股的方向 都會朝這個方向去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金頂好不好 3413 3413的金頂的話 其實今天的跌幅 稍微重一些些 好 我們看股價喔 OK 我們看一下 那可是如果把時間拉長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是穩穩的朝著月線 這樣一路往上走 真的耶 好漂亮 所以它其實在拉回的過程之中 或者我們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 如果有一些個股是趨勢成長 反而因為短線上面的題材 月線這邊 是 這是月線嘛對不對 來 如果真的是因為 短線上面題材的 拉回的過程中的話 反而可以逢低 找到更低更好的買點 這是我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方向 好 那如果就金頂來說的話 它是微物軟設備廠 那我們可以回到剛剛的頭影片 那包含了它的大客戶是台積電 然後呢 它的台積電的擴產的需求 是非常強勁的 所以它包含了 今年的訂單能進度 可以到第三季 甚至到明年的話 它有一個新的產能去做開出 從崑山廠 從上海廠 甚至它自己台灣這邊的竹南二廠 都會持續來去做開出來 所以包含了營收的成長度度 會高達15%以上 反正你知道擴產概念股 包含原態嗎 是 沒錯 那我們看一下合金也是這樣子擴產嗎 好 那合金的部分的話 它也是一樣 因為矽晶圓真的是供不應求 所以目前它也有去做擴廠 去做因應 那它也有新到12吋廠這個新的產能 那目前的話 大概就只有8000到1萬片左右 那明後年的時候 它這個成長的幅度 可以到接近4到5萬片左右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成長的方向 那因為它真的有收到訂單 它因為真的是因為因應訂單而去做擴廠 然後另外的話 因為合金它有 它有車用的IDM大訂單 因為包含了英飛零 甚至像是安森美 都是它的大客戶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其實它包含了有一些 新的產能的開出來 甚至它有一些非常明確的訂單的成長 會帶來它也是一樣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挫殺之後 或者是超跌之後 都會帶來一個評價合理 甚至是超跌之後更好的買點出來 那前陣子跌破了月線 在這邊附近做月線之下 跟季線之上的盤底的過程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目前的位置 是一個震盪整理的過程 那修正完畢 我覺得依然是非常漂亮 可以做進場的 所以老師你傳經驗代工 你不選擇大家想到 什麼台積電 或是說相關的全職股 你看是一個資本支出的概念 是 全一檔 金頂 然後還有核金就是說散油的 好不好 都蠻看好的 重點是它們都有擴產 好不好 相關受惠的 來我們來看下一個經驗代工 IC設計蔡明健給你加持 是的 蔡明健加持 掛保證的部分 因為他們前陣子也剛開完法說 然後下一個禮拜的話 也要開新的法說會 那因為其實聯發科他說了 他因為他其實大家心目中的聯發科 可能是屬於那種5G晶片的龍頭 可是一點都不是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當然是中國大陸那邊 市占最高的5G晶片龍頭 可是他也還有其他的相關的一些部門 比方說像是物聯網 他也有網通的IC 他也有像是一些電源管理IC 這個都會是他今年更高成長的動能 甚或是說更分散 它的一個成長的軌道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方向 那他也代表著 產業的一個前景的方向 5G看好 車用看好 電源管理IC都看好 所以接下來的IC產業 都會在一些相關的新的規格 跟一些相關新的一些相關的 產品的一個發酵的過程之中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Intel MD 甚至NVIDIA都有新的平台 那最新的一些相關的 高速運算 然後5G AI這些相關 都會是讓他們IC設計產業 今年的訂單能見度 依然是非常高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 晶圓代工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叫做晶圓代工的產能 是吃緊的 然後晶片荒大家還在搶 對 所以要能夠搶得到晶片的 就是能夠取得這種新增的產能的 才會是大家可以做 在IC設計這邊來做一個選股的方向 另外還有就是說 因為這時間點的話 他們有一個就是 大家都在搶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選擇他的產品去做出貨 所以在營收固定的狀況之下 他可以選更高毛利的一個產品去做出貨 不好意思 我剛才查到 因為最近有個新聞 美國飛機現在不能起降 因為他說5G一發展就不行了 我想說那會不會影響到5G的發展 我剛才有看一下老師 你怎麼解讀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5G它其實只是一個 一個趨勢的方向 可是如果就很多的一些 相關的產品來說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些 相關的應用所發展出來 所以不用受到一個產品的限制 我懂的 因為他說現在美國飛機不能起降 我查一下我覺得只有美國問題 因為美國的那個頻寬 比較靠近 那個頻段比較靠近 跟一些讀表儀器 比較靠近 所以是美國問題好不好 只是那個頻段 比較頻寬比較靠近而已 所以這IC設計產業 來看一下5G至少不用擔心 這邊5G一些利空 那除了這個 我們來看IC產業 哪些股票 聯發科 是的 我還是要選聯發科 因為我常常 我常常幫聯發科去做送軟 因為怎麼樣 它去年2021年的EPS 幾乎創下歷史新高到66塊左右的EPS 還沒有正式公告 但是法人權已經都是預估了 那今年會持續再更成長到 70塊以上 那就算只有70塊 這個時間點回到 1100塊的聯發科的話 其實根本本比不到20倍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這股玩耶 IC設計耶 是啊確實是啊 它是IC設計的 5G晶片的股王 甚至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它還有高毛利的產品 甚至像是電源管理壓力的需求 都會是它非常完整的一個成長的動物 所以它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是聯合的趨勢股嘛 好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委屈 然後這個時間點 那瑞育我們順便看到技術線型 好來 好那繼續線型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瑞育其實 最近也在拉回的過程 那因為其實瑞育這個 從高檔回檔 在修正的這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也是因為它前一陣子 有缺料缺晶片的關係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前一陣子的新聞 它也去跟金元代工金元雙雄去簽長約 它敢簽長約 表示它真的有拿到訂單 它敢簽長約 真的它敢用這樣子一個高的價格 去拿這個晶片 它可以去做轉嫁給它的一個客戶的動作 所以就整個趨勢的角度來說 瑞育它站穩的是全球的一個晶片 就是網通晶片的龍頭 那另外的話呢 它有切入到車用的這一塊 那車用這一塊的話 它有認證其常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更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產業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是看好的一個方向的 好 我們這個瑞育IIC設計 還有金元代工 還有一個馬斯克的一個冠 那個加持的一個 你像講冠水嗎 馬斯克的冠水 不早已經講出來了 好啦 這個應該是大家愛恨 有點像是又愛又恨的這個全球首富 那因為其實如果就 我們現在目前看得到的話 應該是說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 那大家會發現說接下來的電動車的銷量 會占到全球的銷量的一半 大概有兩台就一台是電動車 那這個未來的話 會有大概1.45億輛的一個電動車 在市場上面跑 而且它是用年複合成長率 三成的這樣成長率去做提升的 包含了是真的是節能的趨勢的關係 包含了是一些就是威脅利誘 就是政府的威脅利誘 像歐洲也是 美國也是 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說的話 這真的是要去發展這個電動車產業 好 那電動車產業來說的話 它的一些功率元件 它是比現在目前的傳統車高達6倍以上 所以它不只是車輛數的提升 那它的一些相關的晶片半導體的 這個用量來說的話 也都是6倍 引擎比較不用維修 可是電動車的功率半導體 是傳統的一個車6倍 所以此消彼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順便看一下下一個 好 那另外的話 因為其實這個時間點 電動車它還是有一些進入門檻 因為它畢竟還是需要一個高的認證期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拿到一些新的認證的時候 它會對於所謂的打入車用的供應鏈來說 從無到有這個爆發性的過程 是最好最美的部分 那誰從無到有 你等一下看一下這兩個好不好 好 那車用部分來說的話 我就不選去年2021年那些舊的部分了 什麼第三代的漢磊 什麼二級體的蓬城 這種什麼強帽這些 我就不選他們了 因為這些大家都知道了 那最近他們的股價也都在修正的過程 修正過後他們會更好 可是這時間點的話我等他們修正 那這時間點的話我選新的股票 那這兩檔個股的話 你如果去留意一下 這其實是兩檔新掛牌的個股 分別是1月7號才掛牌的3592的瑞鼎 那另外的話呢 是1月13號才剛掛牌的6719的立志 哇 都新型股票喔 是 那這兩檔個股 你就當我們那個福利社人是什麼 大富翁 都很有錢喔 零股交易 我們常跟他講的 對 這樣盤中可以零股交易 盤中零股交易囉 好 瑞鼎來看一下 新股價很強喔 來 好 瑞鼎的話我們跟大家特別分享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切一下 投信的下面這個買賣超的部分 因為其實投信有一個嚴格的要求 是他們在做新股的時候 跟新貴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內規是不能去做交易的 可是如果當他們看好一檔個股的時候 他們會在所謂的第六天開始 才去做買進 所以這個觀念 這個操作的一個策略分享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檔新股 在第六天之後 你有發現投信去做買超的時候 這邊 1月7號掛牌 然後他在1月14號的時候才去做買進 那這種個股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表示投信看好 只是他們之前忍很久不敢買 不能買 因為斬跌幅限制 沒有斬跌幅限制很危險 是 那所以他在這狀況之下 他買進的時候就會帶動他的股價創高 好 那瑞鼎他是 曲東IC 目前的曲東IC的股王 因為之前的股王 就是一般傳統面板的這個影響 那他的景氣趨勢 目前看起來的話是 那個相對衝擊小的 那他也有切入到車用跟公控 的這個相關的一些 曲東IC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的瑞鼎 已經變成了曲東IC的股王了 所以過去 曲東IC比較屬於低本益比的這個過程 或許會因為瑞鼎的上市 他變成股王之後 而有所改觀 所以這是瑞鼎帶來的一個產業的方向 好 那6719的勵志 好 那勵志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對 從無到有最美的這一段 因為勵志 他目前也是 那個華碩集團轉投資的 電源管理IC 跟MOSFI廠 那因為這個時間點的話 他正在進行一些相關的 車用的認證 他目前的話 還在所謂的一些相關的PC 甚至像是伺服器的 這一塊的電源管理IC 那如果當他有通過 所謂的車用的認證的這個之後的話 他後續的一個成長的動能 包含了營收 包含了毛利提升的 這塊來說的話 也會帶動他的一個成長的一個過程 那我也特別提醒一下 因為他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瑞鼎 他是在1月7號掛牌 那勵志的話 是在1月13號的時候掛牌 他正目前為止的話 後還在前幾天的這個交易的期間 我懂了 接下來看勵志有沒有頭戲買 來 頭戲買的話 就可以複製瑞鼎的走勢 是的 就是這樣子的 謝謝你 好 這集團股票 來三大產業 還有最後一個產業 車用電子 你最看好這集的 六選一 你選哪 當然就是這個 因為我就等頭戲來買他 等他 可以破梗 謝謝你 金鼎哥 旁邊的 沒事好 金鼎一直想到 是在叫我 在Cue我 一直金鼎 金鼎 我就覺得好像在Cue我 所以你想要選金鼎 我要選金鼎 因為第一個股價高 剛上市 籌碼穩定 EPS也高 投信已經買了 不用再等勵志了 確定 來 好 勵志已經嫁人了 等幹嘛 當然還是瑞鼎 瑞鼎 而且我覺得這個產業 現在的潛力蠻強的 現在投信能做的股票不多 火力集中在他身上 我覺得是不錯 現在能做股票真的不多 好不好 三大標股產業 經驗代工 IC設計 車用電子 還有這六大產業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的東西呢 這跟大家講 這六大產業我們看一下 謝謝 來到PK站 是 剛才那個圖表PK一下 六大產業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一些標股呢 年後標股 六大年後標股 金虎蘭難也難不住 所以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一張五解盤二四支 教學的影片喔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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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去 HEAD 快去 不你 幾kam 不要去 對 給你 這次 差點 對 你怎麼這樣 只是最不好 我會用 你夾刀啊 他在這為什麼 他在這什麼 FREE FREE 謝謝光臨瘋狂股炫腹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FREE FREE